PS港幅9月份二三档游戏 今天可以下载了 你也可以不下载 反正我没有要下载的冲动和欲望 第1个96号公路 这是有简体中文的 是一个冒险类的推理游戏 比较独特或者比较个色吧 下一个 孤岛惊魂5 这个游戏之前进过二档库 后来出了 没想到现在又进来了 这是一个第一人称射击游戏 第三款太空工程师 这是一个太空建造类的游戏 游戏界面有简体中文 评分并不是很高 据说这款游戏在PC上的表现 会比PS5要更好一些 建造类游戏就是类似于我的世界那种的 只不过是外太空收集素材 建造各种东西 这游戏叫碧波之下 是一款叙事驱动的冒险游戏 这是橄榄球的游戏 只有英文没有中文 评分也不是很高 还有三款是三档会员的游戏 这叫文字先生 是之前PS2上的游戏 没有中文 有日语和英语 这个游戏居然是24年9月17号首发 这张截图估计大家都喜欢 这是克拉克 也是9月17号首发 这游戏之前是PSP上的 PSP的画面拉伸到4K就变成这样了 同样没有中文 好最后一款 这也是PS2上的移植游戏 也是今天首发 这叫天空炮手 还是天空战机 应该是一个打飞机的游戏 我就是想问一下各位 今年11月底 如果港服会员再打折 你们还买吗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观看